大家好 我是三喵 从今天开始我们来讲一个新的专辑 那就是航母百年 这年头中国人说到航母都会觉得非常提气 航母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武器 更是很多人茶余饭后这谈资 前些年有一个特别流行的网络符号叫做走你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就是航母上的飞机指挥官告诉飞机可以起飞了 下蹲 右手往前一直 这个符号火了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直到现在也不过时 连很多对军事完全不懂的人都知道这个手势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航母这个形象 是多么的深入人心 那么国人对航母的这种关注 往深了讲是大国情怀的体现 这个大国情怀就要有大国地位的匹配 而在近现代呢 大国地位和海权息息相关 说到这里啊 近代中国只能是一声叹息 这大清天朝上国的迷梦 就是被列强从海上给一脚踹开的 晚清之时 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时啊 这洋务派能够想到的应对之策 那就是发展海军 他们打造的北洋水师啊 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铁甲舰 但那支舰队因为种种原因败给日本 从此之后啊 中国是彻底沦落 有海无防 不但天朝上国 颜面扫尽 民众们也一次次陷入生存危机 可以说啊 没有海权意味着什么 中国近代史已经给出了非常清楚的答案 等到了中国这边百废戴星 准备重新走向海洋的时候啊 整个海上的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 海权依旧重要 但是啊 过去主宰海洋 掌控海权的那些巨无吧 也就是从铁甲舰进化而来 有大舰巨炮的战列舰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现在是航空母舰在笑傲江湖 战争时期啊 不管多么先进 多么厉害的战列舰 遇着航空母舰 基本上就只能是挨打被击沉的命 您就比如说这日本的五藏号战列舰 号称永不沉没 装甲非常非常的厚 而且啊 装备的大炮在当时 箭炮世界第一 但就是这么一艘船啊 1944年10月面对从美国航空母舰上 蜂拥而来的舰载机啊 空有巨炮 浑身有劲使不出 那个可真是老虎吃天 无从下嘴 虽然啊 这五藏装甲很厚 对舰载机打他来说啊 这航空母舰能打着他 但是他打不着航母 就这么磨呗 经过一天这海战 说起来五藏号战列舰是证明了自己 但是还是被动挨打 生生被舰载机命中17枚炸弹 19枚航空鱼雷 伤痕累累 最终沉入海底 这五藏号啊 绝不是个例 二战当中 死在航母舰载机之下的巨舰 能开出一长串的名单 像什么大河 比斯麦等等等等 其中不乏丁定大名的国之重器 那这样的巨型战列舰 您要说起来 坑吃坑吃 建造几年 花费无数的心血和财力 结果呢 根本看不着敌人 就会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击沉 那么类似的案例一再上演 用流行的话来说啊 这航空母舰对于战列舰 那是降维打击 起脸输出 就压着打 怎么打怎么游 所以啊 二战之后 海军强国们 尤其是美国 就全力以赴造航母 在和平的年代中啊 航空母舰对于大国的威慑力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 这方面最典型的还是美国 哪哪要出事啊 航空母舰往哪一开 基本都能摆平 您就比如说啊 这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那苏联可是气焰嚣张 说什么都要把导弹给运到古巴 美国后院这边 结果呢 美国一个航母编队开过来 坚决执行军运 到最后啊 赫鲁晓夫 他也怂了 类似的事情啊 发生多了啊 甭管反美斗士过去撂什么狠话 航母一来基本都不吭声 当然啊 也有那个别不识相的 您就比如说这伊拉克的 这曾经的萨达姆 航母来了也不怕 那这个时候啊 航母就从威慑变成武器 用物理手段教他做人 最终啊 实实在在的把这萨达姆的迷梦 埋葬在了海湾 如此这般啊 航母可以在威慑和武器之间 自由切换 它不仅仅是控制海权的霸主 更是国家存在的象征 美国海军现役的主力 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排水量9万吨 海军的人管他叫 9万吨级的外交大使 就是这么个含义 当然了 航母能够控制海权 还能成为国家存在的象征 这背后啊 可是大有故事 既然如此 咱们闲话少叙 直接进入正题 看看航母是如何在这100年中发展壮大 成为海上霸主的 好 谢谢大家